车几乎就快被灭顶受困在正中央 而出动了好几辆消防车呢 这地点就在新北市的江子翠水门 午后双美部分地区马路开始淹水 而就在两点半左右的时候 水门抽水站排水时水位瞬间升高 造成这辆车受困 而消防员原本是要派全体下水救援 但全体故障了 还需要派其他的船来支援 还好最后呢 确认车上原本有一个大人一个小孩 已经自行脱困没有大碍 而稍早呢我们有访问到车主 那车主说呢今天他是带小孩来打球的 因为碰到下大雨就停下 而回去看到车辆的时候呢 附近也没有相关的任何警示标志 也没有相关人员来引导 或是说这边禁止通行 而他把车辆开过去的时候呢 他说水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轮胎高 他认为应该没有问题 不过就在瞬间的两三秒钟呢 水突然从左边冲出来 车子瞬间抛锚 而他想要下车的时候 已经淹到窗户这么高 还说后面有好几辆车插顶 也要跟着开过来 都是他上前制止的 而他强烈表达不满现场的调度状况 并说呢车子才刚满一年 就变成泡水车 稍早他也已经报案 并表示会跟水利局这边来进行求偿 以上资金请想把先进头交往捧内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